早上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点45分 我是7点钟要出发 然后现在人在香港 又是急匆匆的来 急匆匆的走 我本来想是 这回来多录点视频的 但是实在时间是太紧了 所以现在就录小段 然后我在OK店还是KO店 买了一碗咖啡喝 我上次不是说录了一个倒闭道视频 结果被memory card不是坏掉了吗 所以我就现在 我看看我的旅行的化妆包里面 都有些什么东西 我就说一下吧 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 然后马上就要 一会就要出发 然后一会就要出发 我看一下 对 首先就是我想 我这两天用了一个新的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简直太好用了 刷出来就是根根分明的这个感觉 就是完全不结块 我刚打开一个星期吧 叫这个名字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 我是 诶 对一个交呗 我把名字打在这个下面好了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因为我有订那个 在美国订那个IPSY 就是那个box 我是订的两个月邮寄一次 所以是两个月十块钱 美金 然后他每个每两个月 就会给我送一次这个 就是各种东西的那个sample 或者是正品 然后这个就是他 这个月给我送的 特别好用 就是刷出来 就是睫毛很细 但是非常非常纤长 我就是因为我化妆很简单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睫毛膏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是 对下一个就是这个高光 我觉得这个Laura Masir的这个高光 特别特别好用 用的是这个01号 01号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一般如果要是出门很 就是对我都会扫两下 就是看着皮肤很有光子了 我不会涂腮红 因为我觉得 比如说香港现在气温稍微有点高 如果我要是走路走热的话 脸就会发红 所以我不太喜欢涂腮红 然后我用的就是Tarte的这个刷子 我是上次那个Sephora打八折的时候买的 用这边清扫一下 然后在这个脸颊这扫两下 看起来皮肤特别的健康 然后就是我一直都在用的这个粉饼 这粉饼是厚的 对厚的 是我这个 这个粉饼我已经用两年了 因为我化妆不是化的特别频繁 我经常不化妆 但是我化妆的话上完粉底 我就会上这个厚的这个蜜粉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遮瑕力吧 特别特别香 然后它是自带一点点闪粉的 然后一点也不干 一点点闪粉 所以看起来脸很有光子 特别细微的闪粉 就是壳子是这样的 然后我上次 因为我上次回国的时候 我走的是大韩嘛 在那个仁川机场转机 所以我就 在美国这个特别难买 所以我就在大韩的机场又入了一块作为备货 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我现在一直想就是入一下那个Elegance的那个一大饼 我还没有买 因为我觉得有点贵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也不便宜 这个大概是80美金左右吧 但是Elegance那个是要100 我想买正装的如果买的话 就是150美金 所以这个还是特别好用的 然后下一个我最近在用的那个眼影 就是我用眼影其实也非常简单 如果是日常的话 我现在用的就是Tom Hoard的这个 Tom Hoard底下是这个眼影膏 就是也是微闪的 对不起啊 我现在早上刚起床 嗓子用点那个什么 就是叠是眼影膏 然后上面是粉 就是非常简单上两层 然后颜色是03号 就是这是我现在每天都会用的 然后我现在每天还会用的就是 每天还会用的就是这个粉底液 那我就是说一下 我每天就是正常这个daily makeup 我都会用什么样的化妆品吧 Water Blend 这个Make Up Forever的这个 Water Blend的粉底液 水润 但是就是如果你要想遮盖力特别高的话 就是多上两层吧 我皮肤其实就是有痘印什么的 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话不要说早哈 不要说正话 反正就是我一般上两层吧 我一般就直接拿手上 现在就是用这个每天 再来再来 这个Colourpop的这个 Super Shock的这个颜色 我会用它那个打鼻影 打鼻影 我觉得这颜色很 很 就是不明显吧 我用它来打鼻影 是必须画眉毛的 因为我是一个毛发很轻的人 就是首先用这个这个Kate的这个 这个笔 就只剩这么点了 对我用的很快 Kate的这个笔 然后先勾勒一下形状吧 我勾勒一下形状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修眉了 所以大家可以忽略 勾勒一下形状 我现在没有化妆 因为我要坐飞机 所以我也没有想化妆 先勾勒一下形状 然后再用这个Anastasia的这个 眉笔 这我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 这个眉笔 两年 对 然后再用Kate的这个眉粉 然后我会 你看我都有 用出来有坑了 就是混这两个颜色 然后涂眉毛 然后这个有时候我会有打鼻影 你看也是 反正用挺多了 这是我的第二块吧 对 还挺好用的 再来再来再来 就是 其实 哦 对 我最近有用这个 就是直播那个黑眼圈 就是Dior的这个 橘色的这个遮瑕 挺好用的 很滋润 很滋润 就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就是很好用 然后我再用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唇 口红 口红 口红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 Shallet Tubered Amazing Grace 这颜色特别好用 就是涂出来的颜色 嗯 虽然这么看很红 但涂嘴上 涂嘴上非常非常地日常 很好看的颜色 对 再涂 然后 还有什么雷 看看啊 看看啊 喝喝喝 啊 嗯 嗯 嗯 对 你觉得香港煤汤 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 它这个 有low calorie 它这个 而且它这是大罐的 美国只有卖到这儿了嘛 就是特别大的 嗯 我看看它这个热量是多少 它这一大罐热量才不到25卡路里 就是calorie不是千焦啊 就是 每这么一大罐才不到25卡路里 而且很好喝 嗯 我每次来都会带几罐 走 嗯 就是我每次来都会带几罐走 特别特别好好喝 这个就是港币 它那个店里都是三 三罐是 三个是12块9港币 哈哈 哈哈 对 嗯 还有什么 指甲 很喜欢那个颜色 嗯 要更紫一点世界上 这么看好灰 没有这么灰 嗯 然后小样 我最近拿脸上就是抹这个belief的这个sample 很好用 快用完了 我是三趟旅行 把这个快用磨了 嗯 嗯 嗯 Clinic的这个 嗯 这个紫水晶的这个卸妆膏简直太好用 太好用 太好用 太好用了 强烈推荐 嗯 嗯 就是然后我的这个尿素的这个尿素的这个眼霜我也还在继续用 这个第二罐了 然后第二罐用了一半了 其实还挺好用的 嗯 那眼霜一定要天天抹 对吧 嗯 嗯 嗯 还有什么 哦 这个我有时候现在也在抹这个 YSL的这个 Color Correction的这个 这个玩意儿 嗯 然后我这个 Driver's Seat Smashbox的这个 我还在用 嗯 但我用的时候我会 带一个 这是我之前 Loreal的一个眼 眼线笔 但我都把它当做唇笔 我有洗 嗯 就是我都会随身带然后涂 因为这个 它本身就有点容易干 不是 不是容易干 就是涂的时候不太好涂 所以我就 随身携带唇笔涂它 嗯 吃颗糖 吃颗糖 然后 哼 昨天 中午 我在这儿 我在香港吃了重庆酸辣粉 还挺好吃的 我也不知道 我来香港为什么要吃重庆酸辣粉 就突然很想吃酸辣粉 我做那个国泰的航班 嗯 国泰飞香港有两个航班 一个是 晚上11点的 一个是晚上 凌晨1点的 然后一般是早上6点到 一般是早上8点到 一般是早上8点到 我本来是做11点的 但是因为 我在美国的domestic的那班flight被delay了 所以我就 调整了1点钟的 调整了1点钟之后呢 飞机几乎就没有什么人 特别空 然后调整1点之后 飞机就几乎没有什么人了 嗯 11点那班做的很满 所以 如果你要是从三 三番 San Francisco 飞香港的话 我推荐 定1点的那个好满 因为飞机很空 11点的那个通常都很满 因为我不止坐以色 这就是我坐飞机的意见 然后现在是6点钟 还有 嗯 嗯 我再等40分钟下去退房 我住的这个地方是上环 走到中环大概需要不到半个小时吧 对 嗯 你可以打车 就可以 嗯 这个像上环底下卖的全是那种 什么 就是中药材 什么 各种 海鲜的干货那种地方 全是地下 嗯 我发现一个还有 就是 一个事情吧 就是在国内 我说的是国内 真正的国内啊 不是香港 嗯 嗯 国内涂指甲 嗯 就是大多数的地方都不涂指甲油 都是gel 嗯 我觉得这个还挺不好的 因为真的挺伤指甲的 我这是指甲油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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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 就是需要导时差的时候 我都会在美国的机场买很多零食 因为 导时差起床 没有东西吃简直太痛苦了 然后我们酒店的餐厅是6点45才开 所以 我也来不及吃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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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想我要不要剪头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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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减短会显得那么多 会突出我的五官 头发短的时候 头发长我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输马尾 一个是盘成一个丸子 但是我的头发盒 就很不适合披下来我的发质 因为特别容易塌掉 所以我还是想剪短 我现在这个长度 你看后面开始翘起来 就是介于长短之间的一个长度吧 再长就真的是要留长 然后要么就是剪短 我还挺想剪短的 好 纠结 好 纠结 不吃糖了 喝咖啡吧 做这个酒店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是早上八点多到了 九点 它正常酒店查天的时间是下午嘛 所以呢 但是我马上就要出去 所以我要洗澡换衣服 我必须要入住 然后呢 就是加钱换房间嘛 但是我在加钱换房间之前 他说我没有房间 你可以洗澡换衣服 就是他提供客人洗澡换衣服的地方 我在想一会去机场要吃点什么 对我一个惊奇的发现就是那个香港的那个机场 因为我除了初中的时候 那时候香港迪士尼一开业的时候 我来玩过一次 就是在我高中大学期间 我都没有怎么来过香港 一直到最近我来 我经常往这边飞 所以香港的机场简直是太好逛了 应有尽有 然后应有尽有 然后那个居然有泡拍子 泡拍子 炸鸡 就是那个泡拍子的炸鸡 我简直都被惊呆了 而且 然后那个 但我没有吃啊 因为我觉得很罪恶 在上飞机前 然后要坐那么长时间 然后就是 如果你要是想在香港机场多逛的话 我觉得你要留出 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吧 因为我上一次 我有一个半小时 我认为时间很长了 但是因为它太大了 而且很多地方需要排队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想好好逛一下 我推荐你 提前三 两三个小时进到那个 通过那个security 然后进向香港机场里逛 因为它吃的要 你要吃东西要排队 然后店什么的 都排布的特别远很大 哦 对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哦 我 我有去那个 我之前不是买GUSHI的那双鞋吗 然后我有去香港机场看 香港机场的GUSHI的那双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肯定是6000港币以上 7000港币以下 大概是6000多少 我不记得了 反正就 这是 浓香 培肩 会特别减肥 对 我已经连续做热鱼夹做的 能有一个多月了吧 嗯 嗯 我每周会做 总量会做两个半小时 对 我会做一共 就每个星期我会做两个半小时 但是我做的这个热鱼夹是每次要开到40度高温 就是它会 如果你要是没有吃很多东西或者是心脏不太好 我都觉得挺难坚持下来的 但是两个半小时我就觉得很足够了 因为它真的会让你就是流汗 但是也不是 就应该叫脱水脱的很严重吧 然后它 当然你还要我还要做一些其他运动病室啊 这都看你自己 但是就是 肉鱼夹这个东西如果就是长时期 比如说一个星期做两次 就是 比如说一个星期 我感受像我每个星期做两个半小时 一共啊 但分几次啊 不是说一次两个半小时 那我就该死了 那个 真的是会 就是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那个 瑜伽室里的老师都那么瘦了 当然他们很有muscle啊 这个是真的 他们都是很 一看就很 很lean 很就是那种 然后 也很就是 muscular 但是 很 就是 他们很硬的那种有muscle的那种身材 老师都是